好了,又到了利,我们又想到钱 虽然多少还是有点区别 和,又通那个和 这个和加上一把刀 它就不和了 打破充气以为和 需不需要呢?也需要 但是,更多的,说这个和苗啊,到了收获的时间 它自然,头就低下来了 然后,你再去收割,果实,秋天的 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一种得利,财 其实前面也专门讲过商业这个课题,可以搜商这个字 我们再说 现在 这个 工商业 太过于强调 我们甚至 一些当官者 全都是学这些,鼓励什么匠人精神 而没有 像过去古代一样,四十五经 读出来的是什么呢? 为人处事,待人借物,骚洒应对 这些 你能小的 自立好 然后,七家治国 就可以这样 那现在呢,学的都不是这些文化 动不动 就是工业,商业 大肆 过度生产 过度浪费 那 污染 利益熏心 唯利是图 这个商业化 会吃掉所有的文化 你说是 美国,说是外国 你不论 也可以 但是,更多的呢 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一种 自然这种人 地方,种族 他的一种 特性 包括用法律来约束 他是人 都太强调自我 个人英雄主义 他不顾别人 那每一个人都不顾,怎么样呢? 自我保护 拿起枪来 需要一个强制的东西去约束他 所以这种人呢 本身就是好战民族 有些人又要来喷了 中国也应该 人说有枪 那社会一定很乱 在哪都一样 但是呢 你作为上者 你不好好利用这个工具 一惊一匪 这个东西很难把握的 就精英制 中国人所推举出来的 这个 人品 是第一 然后才是得本财末 这社会才有希望 才能慢慢变好 而不是强权霸道 鼓吹西方的这些 他们的文化 来侵蚀我们 那个不叫文化 就没有文化 一个不知道自己 从哪儿来的民族 在几百年 在几百年 望求统治全世界 已经被他们领先 已经被他们领先 引导了四百年 这个社会风气变成什么样子 商人 唯利是图 只有九尖 只有那么一两个 比如说曹德旺 那有人可能 你说他这个面相 是不是五漏啊 这个漏得太严重了 散 那是一方面 我们不说他五漏是不是 圣人级别 但是他做的事 确实是一般商人比不了 我们比不了自己 小的企业 老板是一个什么的父母官 你对得好自己的下属了吗 贴心问候他们的生活 真正的需要 不光是钱的 不是为你赚钱的 你这样的初心才有 条件说你做一个事业 这是根本内在 一字当头啊 有意不取利